《樂天女孩》近期迎來女神級新鮮李多慧 首次在台應援就吸引不少粉絲關注 而她也預計於5月初會再來台進行應援 迎人注意的事件卻有週刊爆料 某家連鎖飲料店原本預計要推出聯名款 合作對象正視同為樂天女孩的領相 該廠商開出120萬進行邀請 不料在雙方洽談合作期間 李多慧剛好來台 正式加入樂天女孩報導也指出 李多慧的代言費也是0下三分之一 對此廠商立刻改邀請李多慧作為代言人 消息一出 樂天女孩經紀部門也回應表示 對於未經查證的不實訊息不予回應 球團經紀人則表示 並沒有接到連鎖飲料店代言的巡假 也和鄰商確認過沒有接到相關的詢問 李多慧接下的則是手搖引的葉佩文 絕對沒有搶代言相關的問題 李多慧接下的他 顏面更搶順 李多慧接下的 格勧協玫之交 前提供 項ishment 合照 身材